第十三屆全国人大会议闭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当中也有提到港澳台地区 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在这个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 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就认为 这番话体现了国家强性和领导人的自信 对任何分裂都是零容忍 同属民建联新任人大常委谭耀宗 近日的言论也引来回响 他说宪法修订之后 进一步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好了,倘若有人再叫结束一党专政 可能已经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不符立法会界的参选资格 泛民就批评谭耀宗是偽言耸庭 法律学者张达明就说 纯粹从基本法第104条解读 参选人只是需要拥护中卫人民共和国和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区 但就没有提到中国宪法 除非未来中央对这条条文释法 就可能会有不稳定的因素 谭耀宗就强调 这个只是他个人的看法 并非传递中央官员的意思 但是将来立法会参选人头上 会不会多了一百刀呢? 的确要留神 黄青儿,你要留意一下 千万不要反白眼 我怕你会像两会的两位女记者那样 因为反白眼的事 就传出被人DQ要取消采访两会的资格 所以在公众场合 行为都要尊重 不然就会有风波了 是的,尤其将来在公开播国歌的场合 一定要举止尊重 国歌法即将本地立法当中有没有灰色地带 一本会成为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呢? 政府上星期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以内地国歌法16条条文为难本 列出本地立法条例草案建议内容概要 当中比较受人关注的 包括不得采取有选国歌尊严的奏唱形式 任何人参与奏唱国歌场合 在奏唱期间 均需缩立、举止尊重等 中小学需教学生唱国歌 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 另外,任何人公开及故意 被删改国歌的曲谱、歌词、贬选或 四个国歌法是编本的 但中间有些条文是否可以直抄呢? 例如第一条 就是说要培育和淺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香港就是行资本主义的 现在政府的做法就是将它放在辩言 即是聚言的方式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否没有抵触基本法呢? 例如将国歌证 今次在文件里面 政府也都说 类似这些条文 它会适当地列入草案里面的辩言 第一,适当地的意思是 有一些如果我们觉得需要 我们本地立法的时候 适应化的时候 可能会作一些调整 将这些字眼未必在香港里面使用 所以今次政府文件也都说 将它透过我们的条例草案成为辩言 作为这个条例的背景 让市民知道这个条例为什么要定立 可能有一些字眼 就不会在本地立法出现的意思 是,没错 其实辩言是并不常见的 当然正如刚才张国君有说的 是一个背景 但这个背景是否真的有需要呢? 第一,第二,如果看回国旗国徽 我们完全看不到有一个这样的段落 是没有辩言的 既然一直都说这个国歌条例 是参考国旗国徽法的话 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个环节 在这次国歌法就要放在辩言 而又出现了辩言呢? 这个似乎政府就未完全可以解释得到的 我再参考国旗国徽法呢 我也都发现不到有相接近 今次要中小学 就是相关的要教育 关于国歌的那个部分 是不是学校没有做呢? 又不是的 其实学校一直,很多学校都有反映 国旗国徽国歌甚至他的历史 创作人之后的可能他的下场等等 都可能会是一个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一直行之有效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 又要放进这个法律条文里面 但是法律条文你说有时候 是不是所有东西一定带来佛则 未必一定是 这个我理解的 大家都会看条例的 但是现在一些是有指引性的东西 在突然之间这样出现了 又在国旗国徽都没有的话 我就觉得也都有别于我们一般普通法 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法律条文呢? 其实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那当然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附件三呢 或者是 甚至中国通过了国歌法的话 我其实觉得香港是根本 不需要有国歌法的 教育的那个部分是否可以不写呢? 上年国家所通过的国歌法里面 是很具体的有一条文呢 就是说在学校里面 是需要教这个关于国歌的历史 和这个意义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相关法例里面 就是要作一个相应的条文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过 如何定一个条文 我们履行了这个责任 但是我们亦都要香港人去接受 过去来讲教育界很担心 如果你立了国歌法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说 我校长、老师 因为那年或者那天没有教会犯法 这个教育界的忧虑 在定立法例之前 在社会上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么今次这个政府的文件 你见到其实它正正是回应了社会的忧虑 我们告诉大家 在香港我们学校是应该教国歌的 但是如果这个条文是一个指导性的条文 也就是说 第一就算没有做到的时候 学校、校长、老师 都不会有这个刑责在那里 近年很多的情况就是 球赛那里的球迷哭国歌 那究竟是跌入第七条还是十五条 究竟是不尊重还是贬选呢 当然啦 如果听国歌的时候 这个就会构成了 现在我们想定立那条例的 有关贬选国歌的一些行为 但是在过去我们在社会里面 有很多人说 如果我在茶餐厅吃饭的时候 旁边的电话、零声 是国歌响起 又或者刚刚在新闻报道前的 政府的一些宣传短片播放国歌的 我是不是要立刻缩纳 我如果不缩纳的话 我就犯法 这个其实呢 你看回就会变成第七条的情况 第七条 即是不尊重 第七条说明就是说 你当任何人参与 或者出席国歌的场合的时候 你不能够缩纳 鬼子庄族 不能够是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第一 你要看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情景 是不是一个就是说 是奏唱国歌的场合 第二 如果你在当时 你真是一个奏唱国歌的场合 例如在这个球场里面 是真是播国歌的时候 我只是坐在那里 我不起床的话 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是不是第七条里面的 一些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有可能 但是大家要留意 如果在第七条 你只是坐在那里 的话 你不遵守这个第七条的话 它是没有刑责 是根尾的 第七条 它是教导你 就唱国歌的时候 举止应该是怎样 就是在法例里面教导你 但是就说没有罚则 但是会不会引伸到 第十五条的时候 在某程度上 又会参考第七条的 一些指标性的行为 而你没有符合的 你就可能有机会构成在表面上 你又做了一些行为 可能是已经构成初步有怀疑 你未必符合这条条例 当然坦白说 我们读法律都知道 行为一件事 另外是意图 这个也是在第十五条 很清晰说到 但是意图这一件事是最抽象 而真正就是最不同的国旗国婚是什么呢 国旗国婚是一些很具体很实在的东西 但是国歌你虽然说有歌词有曲谱等等 但是始终在表达的时候是抽象很多 所以其实在表达情况的时候 会不会构成了阻碍了我们的言论自由 或者我们的表达自由呢 这个也有可能 当然感谢陈祖庄所说了 什么叫做贬选 你又不讲清楚 在我们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字怎样解释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在普通法之下 用一个清单的形式 贬选在下面的十个情况就是贬选 第十一个情况不是的 在我们社会生活里面 太多不同的情景出现 所以这个字一定要作用一个第三客观的一个人 一个普通的人 觉得什么叫贬选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都是期待着看他整个法例的细节 字眼会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说到只要你乖乖 不好 不是有什么贬选等等的情况 那就没有问题的了 你不是走进去西九的中国法 不影响你 所以就这一地两检没有问题 我觉得大家用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政府在国歌法 尤其是还跟国家的关系有关的 都不去做咨询 大家知道现在那个立法的过程 只是在初步阶段 接下来星期五就会在第一次 在事务委员会里面去讨论 接着我相信在条例草案出了之后 也都一定会有这个法案委员会 我也都相信 接着跟我们的过程里面 也都有这个公庭会 公庭会正正就是给我们在社会各界的团体 和独立的人士也好 他就着国歌法 就着条文有什么意见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公庭会里面 去告诉政府 告诉立法会议员是知道的 去到法案委员会的时候 先听意见会不会迟些 每人三分钟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不是合适的 不过未来这个文件 都会去大家的立法会 相信之后都会有更多的讨论 今天先谢谢两位 谢谢 南生围上星期两度发生火警 大约12公斤的土地烧毁 原本绿油油的平原 变成大片赵土 南生围被誉为是继米布之后 另一个着了天堂 现在面目全非 火灾过后 我们和一直跟进 南生围保育问题的长春社 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 一起踏足这里 我们现在眼前就是一片赵土 原先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应该好像 现在这一边的状态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芦苇床来的 主要都是很多的芦苇 在这里 但是你看过来这一边 基本上一个火災之后 就将成片的芦苇床 就是烧焦甚至是烧毁了 即时的破坏一定是 对一些依赖芦苇床 维生的雀料 昆虫 是有一个干扰 南生围这大片林木 过去十年 曾经最少七次被烧毁 受影响范围 多次发生在私人拥有的土地上 它烧的范围 对比2011年 是小一点的 根据2011年的经验 烧得很大规模的芦苇床 比较一段时间 例如两至三个月 初下的时间 都会见到它自我收复得到 所以我都会利用 当年的经验去做一个估计 同样的情况 或者都会在 现在火災之后出现 一切的天然自我收复 其实它都要有一定的条件 如果在这段时间 又会有一些火災出现 有机会 鹿苇床是不能够自我收复 根据政府地图 南生围这大片地方 是由南生围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 我们再从高空对比一下 红圈范围 就是南生围发展有限公司的地了 可以见到 大部分刚刚烧过的地 都在这块私人地皮之内 南生围发展有限公司 其实是由澳门赌王 傅老庸家族 和恒基地产合营 恒基和富士家族 先后多次向城规会 申请发展南生围 但是由于南生围生态价值高 加上每次申请 都受到环保团体强烈反对 20年来 他们的申请都全部被否决 而南生围也继续成为游客 享受大自然的热点 南生围发展有限公司 在事后发声明 说都是从传媒得知地皮 怀疑被中火破坏 因为起火原因可疑 已经报警 至于外界担心土地受到破坏之后 是否容易申请发展 有城规会委员就认为 公众无需过分担心 在申请时 当然有很多考虑的因素 即是一些技术的评估 包括保育、交通、空气流量 各方面 而在申请时 当然如果因事得到 可能是先破坏后建设 那个准则仍然是当破坏前 那时的状况是标准 所以公众也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每次申请时 申请人都刻意破坏了 那变成了申请的机会就大了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 否则的话 那很容易 因为每次申请时 我都做一个破坏 环境、陆化、保育 各方面的破坏 那变成了你的准则 就变成了不同了 那这方面我觉得 就不需要担心 南生为不单是着了天堂 亦是不少人书颜的地方 希望他不要再受到无情的创伤 早前九巴公潮引起了大家对巴士从业员权益的关注 讨论亦都慢慢扩展到集体谈判权和工会的组织权 说起罢工工潮 大家可能会记得的 就是去年年底 海荔村外半清洁工罢工 再数就应该是2013年的货柜码头的工潮 有人形容在香港发动罢工 走至一场豁出去的战役 那看回国际社会罢工的新闻时有所闻 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 上个月 一场交通事故引发出一场工潮 因为不满九巴的新筹调整方案 月薪车长大联盟发起人业为林发动霸洗 十日之后 包括他在内的四名涉事车长被公司解雇 虽然九巴后来决定暂缓解雇 交由上诉委员会福建 但事件也暴露了 为了工人发起工业行动的困难 说真心 我可能是很愚蠢的 没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 几十岁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方向 但是就是想着 我正在行正义的东西 你不做不行的 就是我起了个头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香港 罢工并不常见 因为罢工之后 雇员要承担可能被解雇的风险 在现存的法律之下 对于大的企业来说 它是很多地方可以捉你的错处 捉你的错处 就是如果你是工业素人来说 你本身没有经验 你一定在程序方面 和在这个条例的漏洞方面 就是缺乏保障 基本法二十七条列明 香港居民享有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但在法例上 雇用条例第21B就说 员工可以在适当时间参与工会活动 换句话说 要罢工都要在适当时间进行 而根据法例 适当时间是指工作以外的时间 或者才得到老板同意 就可以在工作期间内进行 只是有个虚有的形态 好像是我们已经符合了 国际努工条例 是有这条在 但是在执行方面来说 是完全是乏力的 是令人觉得是沮丧 罢工方面 就是时间是不是一定是适合的时间 而这个适合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处理 黄国彤指出 雇用条例虽然有条文保障员工 不会因为参与工会活动而受罚 但事实上 雇主要惩罚员工可以有很多理由 就是说你不依照合理的指示 你工作的态度 你不合作 以及你不准时 这些是说一定有很多吹无求疵 有劳工团体认为 要举证雇主违反雇用条例 歧视职工会并不容易 刑罚也不够阻下力 回归以来 只有诉讼个案被成功检控 举证的责任其实是在员工那里 而政府也很少去主动调查公司 他有没有歧视职工会 员工是很难去举证的 以及即使是成功检控 其实现在法例最高的罚则 都是罚雇主最多10万元 而过往有一些成功检控 歧视职工会的案例 其实都是判罚雇主5千元 又怎会有阻吓作用呢 看回历来的工潮 郭泰基斯和空中副木员工会 和资方签订了集体谈判权协议 他们发动的工业行动 几乎每次都可以凝聚众多会员参加 最后也往往可以令资方妥协 我们会员人数比较多 有7200多人 另外我们很团结 总之我们一有诉求 或者会员有一些关注 我们就一呼百应 我们每一次出来最少都几百人 有时千多人都试过 除了团结 罢工成不成功 往往和钱有关 罢工其实是讲心又讲金 国泰空中副木员工会的 7200个会员 入会首先要交500元紧急基金 累计有大约360万 之后每个会员要交840元年费 工会每年就有额外600万的收入 这些收入足以支援工会 展开工业行动 我们的财务上 绝对是足够应付 我们一般平时的法律咨询 或者法律诉讼 甚至乎可能 万一有一些工业行动的话 我们的财务都可以应付到 给会员一些暂缓性的生活费 93年国泰爆发工潮 三名机仓服务员被解雇 工会就支付他们的生活费 同时为大约1000位身处海外的会员 买机票回香港参与罢工 相比之下 香港很多工会的年费 只是100至150元 由于香港普遍的会费结构 会费很低 这么微薄的会费底下 是做不到罢工的生活津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员如果要去参与罢工 会有多一重的顾虑 因为没钱回家 经济压力会很大 所以由于这样的情况下 你见到以往的不论贼贴罢工 码头罢工 甚至乎最近发生的海荔清潔工罢工 都是工会临时发动一个罢工基金 就是透过市民的支援 才可以给到生活津贴罢工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这么不稳定 在未必有罢工基金支援的 临时才发动 又不知道社会上 有没有回响的情况下 你整个罢工运动会更难去推动 蒙兆大觉得 要保障打工仔的权益 归根究底 都是要有集体谈判权 工人是有权透过工会 作为谈判代表 去跟老板商谈他的雇用条件 工作待遇 而且是跟老板就着他们达成的共识 签订书面的集体协议 而那个协议是对劳资商方面 都有约束力的 会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草案 97年6月 集体谈判权条例在立法局通过 但回归之后 条例在同年的7月被冻结 10月被废除 即使工会得到会员授权 资方都可以不同工会 谈完工的辛酬待遇 当员工有冤无路数 没有渠道表达的时候 变成怨气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近年很多罢工 都是野猫式的罢工 忽然间爆发出来 没有经过事先的张扬 但正正是因为 由于罗主关系没有规范的情况下 这些野猫式的罢工 随时爆发出来的工业行动 是特别容易出现的 相比之下 欧洲企业就比较注重工会的地位 2016年 北欧航空打算在香港成立分部 他们透过中介公司接触职工盟 要求协助成立工会 希望在展开业务之前 先共同制定集体谈判协议 这是一个欧洲的文化 其实特别是在北欧 其实你一上班 无论是哪间公司也好 基本上你会直接进入工会 工会的地位 其实就像一个有法律作用 就像一个律师 建证一个公司和员工之间的沟通 你那些所有东西跟公司 就会经工会去说 冯宝欣是北欧航空聘请的第一批 香港空者 他说在自己受训的最后一天 公司突然要求更改合约条款 大幅削减薪工 否则就关闭香港分部 由于有集体谈判权 他们可以跟公司讲素 谈完之后 虽然我们当时有减薪工的 但是减薪的幅度 比我们预期之中少 真的 都是一个我们觉得 不幸之中的大幸 现在 集体谈判协议 要靠资方自愿和工会签署 全港有多少公司愿意这么做 政府一直没有交代 但业界估计数目很少 早前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认为 香港的情况和外国不同 因为一间企业可能有多个工会 工会之间又存在竞争 所以实行集体谈判权比较复杂 我也不知道应该觉得是幸运还是不幸 因为香港有这么多工会 但是只有我们真的受脂肪承认 其实外面这么多的工会 他们的脂肪都某程度上 是不承认他们的工会 是不理他们 不跟他们谈判 不坐下谈 才引发 譬如如如九巴业车长这些事件发生 明天星期三 立法会就会在11点开大会 四个在补选之后 胜出的新任议员就会宣誓就任 他们四个可否都成功完成宣誓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记住留意 今天星期先聊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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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